所以说真正你把直播间拨起来的时候 其实更容易 真正你把直播间拨起来的时候 你前一个小时都是在开场 都是在接流量 因为左下角一直一直在有流速 一直一直在接流量 而且你的开场就是感谢 就是感谢加自我介绍 因为大主播的直播间 那个飞机大炮满天飞 别人给他上票刷礼物 他肯定都得感谢 他就一直一直在感谢 这也是为什么我刚才说 在我们开场的时候 你就热热闹闹的去感谢 你就把礼物往大了说 感谢我恩心姐 感谢我阿联姐 你要么你就直接这样说感谢 有那个家人老体 也曾经跟我交流过这个事 我们私下也交流过 说我也感谢了 但是感谢也没有用 是咋感谢的呢 感谢江湖大侠你的灯牌 感谢大压力哥的那个小星星 你别这样去感谢 你感谢就行了 你不要说说后面那个 你一说一个小星星 是不是又暴露你了 直播间慢 感谢仙客来 好久不见 这都是我灵人各位说时候的那个好朋友 人气彩蛋 谁给大家发了一个什么人气彩蛋 这是啥 这啥呀 这啥意思呀 我大压力哥搞的这是啥呀 我的天呢 我都不懂 这是什么东西 就不要那个那个 你就去感谢就行了 你要么就把礼物往大了说 热热闹闹的开场 这个就是把门口的人接进来 要么就是你就直接感谢 就不要说后面的 感谢我风情的热气球 感谢啊 这一个热气球不少钱 就是就是这种啊 我不知道是啥 感谢啊 我的天 我我大概我名为啥 感谢风情的大墨镜 墨镜一带 又来十块 我的天 我这下不去波了 我看来这小时往哪过了 是不是啊 感谢啊 感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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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你你你不 你不会开场暖场 啊 开场暖场很简单 开场暖场就是在打开加号键的第一时间啊 你就去啊 那个欢迎感谢 不欢迎只感谢 然后啊 去接你的第一波预分配流量 这就是开场暖场 如果你自己啊 啊 那个直播间上有飘的这些礼物啊 你就去感谢就可以了 如果你不敢那个啥的话啊 你就你就直接感谢就不要把后面的那个说出来 完了给我整不会播了 感谢感谢 谢谢家人朋友们跟英子认识一下啊 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主播 非常睿智的一个主播啊 啊 是一个大美女 你们都去啊 跟她认识一下 从时间不冲突的啊 她是晚上的9点10分开播的 感谢我的英子 辛苦了 科费了啊 什么是场观大 什么是场观小啊 刚才已经那个说完了 刚才谁说什么 说那个不会开场 不会暖场 是不是啊 其实开场暖场很简单 就是你的感谢 不说欢迎 只说感谢 加上你的自我介绍 我的自我介绍就是四句话 哈喽 家人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来自美丽槟城哈尔滨的大洞里 我线下就是一个依托依在家全职带娃的小宝妈 线上来抖音啊 来做一个经验分享 加聊天主播 哎 有没有跟我一样啊 线下是一个依托依在家全职带娃的小宝妈 哎 每天哎 接孩子送孩子之后 有一点啊 那个闲暇时间啊 然后的话啊 那个 我我我都蹦圈了 我都不知道咋回事 我的天哪 他他给我搞一个那个东西 我现在我也不知道正常 我应该接吧 但是哎呀 哈哈哈哈 啊 下到年满18岁上到不封点都可以来开播啊 感谢尘埃 我明白咋回事了 这这这 我的个老天 给大家发一个那个红包啊 发一个红包 你们去你们去点一点啊 感谢健康就好 哎 开场就是啊 像我刚才这样啊 就是开场去感谢感谢你的大哥大姐 感谢你的直播间的给你啊 上了这些礼物 然后去做一个自我介绍 自我介绍不需要长篇大论 就是你是谁你来自哪里 线下是干嘛 线上是干嘛的 简单的把你说清楚说明白 我就是一个80后的一托一在家全职代娃的小宝妈 为什么要这样去做自我介绍 你线下过得怎么样怎么样 没有人去感兴趣 我们是经验分享聊天主播 主要说直播间的这些事 主要说你怎么把直播间干起来的 然后还有就是 啊 你只啊 为什么要说啊 我是一个80后的什么什么什么宝妈 哎 这个就是啥呢 就是啊 拉同频 我这个天 感谢 感谢风情的大跑车 我的妈呀 这一个跑车可是不少啊 这一个跑车不少那个啥啊 感谢如果 感谢松洁于迦乐 感谢 那个一缕阳光 我的天哪 感谢风情的大跑车 这一个大跑车 一千二百钻石啊 这今天 今天 这不是让你们破费了吗 感谢文明 啊 下到年满18岁 上到不封顶都可以来开播啊 哎 哈喽 家人朋友们大家好啊 我就是一个 一托一在家全职带娃的小宝妈 我是一个80后的宝妈 我就是啊 没什么事 每天拿出一个小时的时间 来这里来开开直播 我也是无意中刷抖音 刷到那个大主播的那个直播间 他说 有钱你就去北上广 没钱你就来抖音床 哎 我是后面的那个第二个啊 所以就来抖音床了 左上角有这个啊 红包和福袋啊 你们点一点参与一下啊 沾沾主播的福气和勇气 这都是真金白银 都是我在直播间挥洒汗水赚来的啊 赚来的买菜钱都分享给你们了 你们去点一点 搂一搂带一带啊 欢迎龙哥 左上角的这个红包福袋 你们去点一点去参与一下 沾沾主播的福气和勇气啊 沾沾主播的福气和勇气啊 晚上你们可以去买那个票票了 我的天 感谢龙哥 辛苦了破费了啊 这都是老朋友了 我的龙哥是见证了我的那个那个成长啊 是在我灵人各位树的时候就来的 感谢神秘人的大礼物 我的天 又来一台大豪车 我的天哪 今天这是不是 今天是不是能起飞啊 今天是让我再一次起飞 对不对 是我再一次起飞的日子 我的个老天 感谢感谢感谢 这边所有的家人朋友们啊 我就是一个今天分享聊天主播 每天有一点闲暇时间 在这里说说话聊聊天 哎 就可以那个啥 啊 那个大跑车 那个大跑车是1200的钻石 1200的钻石啊 那个 就是那个那个钻石啊 钻石除以十就是那个钱数 下波就可以提现啊 不压工资 抖印一半我一半 哎 你们觉得相望 啊 就是这样说说话聊聊天 为什么 为什么有人给我刷礼物啊 因为他们是来曝光的嘛 他给我刷这礼物 你看他就占到我的绑一了嘛 是不是啊 他也是来 他也是来开直播的 他是来那个涨粉的 是来曝光他自己的 你们赶紧给他搂一搂 带一带啊 你如果直播间缺少大哥大姐的啊 把榜上的大哥大姐赶紧抱回你的直播间 他在我直播间做的动作 你抱回你的直播间 他也会做这样的动作啊 如果中间 如果你的直播间缺爱 那个 勤劳的小蜜蜂 这底下打字滚平的 现在都可以来 啊 那个搂回去 带回去啊 感谢所有的 一直在默默的 为主播搓小赞赞的 家人朋友们啊 不要做一个 啊 您把那个 底下啊 在公屏上 打上 是我啊 大家给打 是我的人啊 搂一搂 带一带 感谢啊 感谢感恩 感谢感恩 年满18岁 上到部封顶 都可以来开播 这种经验分享 聊天 主播啊 抖音不嫌弃我们 不嫌弃我们 不挑我们的学历 不嫌弃我们的那个 不挑我们的长相 也不需要有才艺啊 不需要富白貌美 大长腿 哎 只要张张嘴巴 说说话 就像我这样聊聊天 就可以啊 哎 聊啥都行 随便聊 哎 聊什么都可以 可以聊 你如果是一个宝妈 你可以聊孩子 如果你是一个 上班族 你可以聊你工作上的事情 如果你是一个老板 企业老板 也可以聊你 哎 那个创业上的事 恭喜长山赵子龙 恭喜风浪 恭喜大压力各 恭喜开心就好 感谢啊 感谢支付店 所有的家人朋友们 有你的支持 和鼓励啊 才有我今天的起飞 我的天哪 破百了 破百了 是吗 又一次起飞了 感谢啊 感恩感谢 感谢支付店 所有的家人朋友们 再给大家搞一个 福袋 搞一个大一点的啊 这个是一百个 钻石的 你们赶紧去抢啊 赶紧去抢 赶紧站一站 主播的福气和勇气 我的天哪 我的天 这是啥情况 今天又一次起飞了 是不是啊 不起飞都不行 是吗